亞特蘭大喬教中心 接待來自亞特蘭大地區的教育機構 並進行了文化導覽 不僅介紹臺灣歷史 也介紹了端午習俗 皮影細藕 以及基本的漢字組成等等 他們還帶領學生們舞獅頭 寫書法 演奏傳統樂器 增進了美國學生 對於臺灣以及中華文化的認識 為了促進主流社會 對於臺灣的瞭解 亞特蘭大喬教中心 這天迎來超過50位主流教育機構 夏令營學生 老師及家長 文化導覽召集人陳佳琦 首先教導大家基本的中文問候 並介紹臺灣的背景 位置與歷史 以及喬教中心的功能 喬教中心主任傅錦玲 也前來問候大家 接著文化志工老師劉成章 以自己精心製作的 十二生肖皮影細藕為道具 向主流學生們介紹十二生肖的由來 他現場操作皮影秀 讓大家看得目不轉睛 端午節剛貨 兩位老師也特別介紹 節日相關習俗 包括屈原的故事 華龍舟 吃粽子 以及香包的由來 那這次因為端午節 所以我就除了做了十二生肖 我還做了一些中國端午節的 像屈原啊 投米羅漿啊 還有粽子啊 然後還做了一些紙的粽子給學生 讓他們回去呢 自己可以揣摩 我還介紹了中國的最傳統的布袋戲 那除了這個我還教小學生怎麼樣做這個獅子的頭 他們學會了舞龍舞獅 我還有很多中國的樂器 讓他們親自 親手 是怎麼樣敲鑼 怎麼樣打鼓 我是樂交呢 對這門很 就是非常有熱心的這種工作 而且是為僑委會推揚中國的文化的 這種事我是亦不容辭的 陳佳琪並以簡單易懂的方式 向大家介紹漢字的基本構成 包括象形 行聲 血液等 現場備有執筆 讓學生們親自體驗揮豪 感受漢字的樂趣 今天還特別教漢字 尤其是這個象形跟血液 這方面還有行聲 教孩子這個中國字的來由 並教他們書法 那還有在這個機會介紹這個端午節 要吃粽子 還有這個香包 五彩線 還有這個屈原的故事 我們希望用各種這樣的很有趣 很生動的機會的表演 讓這些主流社會的人能夠更多的了解我們的文化 學生們對於五龍五師非常好奇 兩位老師們也現場指導基本動作 大家一起嘗試傳統樂器 敲鑼打鼓 熱鬧滾滾 我實際上是一個教授的指導 在北京的北京的北京 在一個城市名為 Weifong 在 Shandong province 我曾經有機會去那裡 學習中國文化的文化 學習中國文化的文化 我希望帶來我們的學生們 這裡在大廈 很多的學生都沒有機會 去旅行外 去經歷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們創造了這個計劃 給他們那種機會 在一區域和一區 過程中兩位老師與學生們 以問答的方式進行互動 並準備了學生校造型的燈籠 以及小飾品贈與學生們 成功增進美國九六學生 對於台灣及中華文化的認識 台灣宏觀電視林玉軒 美國亞特蘭大採訪報導